天宫不作美 清早肯定龙盘公园涌进了大批的游客 想要迎接第一道曙光 但云层实在是太厚 原定的6点35分出现2020龙盘第一道曙光 就是没有出现 不过游客也不失望 因为IDF战机远远的从海平面冲向龙盘草原的上空 让原本风大的龙盘公园 煞时也被战机呼啸声盖过 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散场之后 许多民众在路边等待 7点多 太阳总算是露脸了 游客才开心回城 贫农县政府表示 今年特别与国防部合作 5架IDF战机冲场 让大家能开心的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金广记者宋林 贫农报导